历代自下第20章 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 一同来攻击约沙法 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 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 如今他们在哈喜逊 他马就是隐基底 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 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 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 犹大各成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 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 站在耶和华殿的心愿前说 耶和华我们列主的神啊 你不是天上的神吗 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 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无人能抵挡你 我们的神啊 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 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 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民建造圣所 说堂有或患临到我们 或刀兵摘殃 或瘟疫饥荒 我们在急难的时候 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 你必垂听而拯救 因为你的民在这殿里 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 和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 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 不灭绝他们 看啊 他们怎样报复我们 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 就是你赐给我们唯业之地 我们的神啊 你不惩罚他们吗 因为我们无力抵挡 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 我们的眼目 丹养忘尼 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 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那时耶和华的灵 在会中临到立位人 雅萨的后裔 马探雅的玄孙 耶利的真孙 彼拿雅的孙子 撒加利亚的儿子 雅哈希 他说 犹大众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约撒法王 你们请听 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这大军恐惧金黄 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 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 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 谷口遇见他们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 这次你们不要争战 要摆正站着 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金黄 明日当出去迎敌 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约撒法就面福于地 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叩拜耶和华 哥侠族和可拉族的立位人都起来 用极大的声音 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赤日清晨 众人起来往提戈亚的旷野去 出去的时候 约撒法站着说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要听我说 信耶和华 你们的神就必立稳 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约撒法既与民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 送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 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扶兵 吉沙那来攻击犹大人的 亚门人 摩亚人和希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因为亚门人和摩亚人起来 吉沙驻西尔山的人 将他们灭绝 灭尽驻西尔山的人之后 他们又彼此自相吉沙 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 向那大军观看 见尸痕遍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 约沙法汉他的百姓 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 在尸首中 建了许多财物 珍宝 他们剥脱下来的 多得不可惜待 因为甚多 只收取了三日 第四日众人聚集在 比拉加古 在那里称颂耶和华 因此那地方名叫 比拉加古 直到今日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 约沙法率领他们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 就欢喜快乐 他们弹琴鼓舍 吹号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耶和华的殿 列帮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 就甚惧怕 这样 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 因为神是他 是尽平安 约沙法做犹大王 登基的时候年35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 他母亲名叫阿苏巴 乃是利西的女儿 约沙法笑话他父亚沙所行的 不偏左右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坛还没有会去 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 归向他们列主的神 约沙法其余的事 至始至终 都写在哈拉尼的儿子耶和的书上 也在入以色列诸王记上 此后 尤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 亚哈谢行恶太甚 恶王合伙造船 要往他撕去 所以在以寻加别造船 那时 玛丽莎人多大瓦的儿子 以利以谢 向约沙法预言说 因你与亚哈谢交好 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 后来 纳船果然破坏 不能往他撕去了 历代至下 第21章 约沙法与他列主同岁 葬在大卫城他列主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 约兰有几个兄弟 就是约沙法的儿子 亚沙利亚耶歇 沙加利亚 亚沙列夫 米迦勒 赐法提亚 这都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 他们的父亲 将许多金银财宝 和犹大帝的坚固城 赐给他们 但将国赐给约兰 因为他是长子 约兰兴起 做他户的位 奋勇自强 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 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 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 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与亚哈家一样 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二的事 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 不肯灭大卫的家 照他所应许的 永远是灯光与大卫 和他的子孙 约兰连间 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权下 自己立王 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 夜间起来 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 和车兵长 这样 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权下 直到今日 那时 利拿人也背叛了 因为 约兰离弃耶和华 他列主的神 他又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 使耶路撒冷的居民 行邪淫 诱惑犹大人 先知以利亚 答信 与约兰说 耶和华 你主大位的神 如此说 因为你不行 你护约三法 和犹大王亚撒的道 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使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行邪淫 像亚哈家一样 又杀了你 护家 比你好的猪兄弟 故此 耶和华将大灾 与你的百姓 和你的妻子 儿女 并你一切所有的 你的肠子 必患病 日加沉重 以至你的肠子 坠落下来 以后 耶和华 激动 非力士人 和靠近古时的 阿拉伯人 来攻击 以约兰 他们上来攻击 犹大 亲入境内 掳掠了王公里 所有的柴货 和他的妻子 儿女 除了他小儿子 约哈斯之外 没有留下一个儿子 这些是以后 耶和华 是约兰的肠子 患不能医治的病 他患此病 缠绵日久 过了二年 肠子坠落下来 病重而死 他的民 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 像从前 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 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八年 他去世 无人私募 众人葬他在大卫城 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 历代治下 第二十二章 耶路撒冷的居民 立约兰的小儿子 雅哈谢 接续他做王 因为 跟随阿拉伯人 来攻凝的军兵 承杀了雅哈谢的众兄长 这样 犹大王约兰的儿子 雅哈谢 做了王 雅哈谢登基的时候 年四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一年 他母亲名叫雅他利亚 是暗利的孙女 雅哈谢也行雅哈加的道 因为 他母亲给他祖谋 使他行恶 他行伊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像雅哈加一样 因他父亲时候 由雅哈加的人给他祖谋 以致败坏 他听从雅哈加的祭谋 同以色列王雅哈的儿子 约兰 往激烈的拉末去 与雅兰王 哈薛 征战 雅兰人打伤了 约兰 约兰回到耶色列 医治在拉末 与雅兰王 哈薛 打仗所受的伤 犹大王 约兰的儿子 雅沙利亚 因为 雅哈的儿子 约兰病了 就吓到耶色列看望他 雅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了 这是出乎神 因为他到了 就同约兰出去攻击灵士的孙子耶护 这耶护是耶和华所高 使他剪除雅哈加的 耶护逃雅哈加罪的时候 遇见犹大的众首领 和雅哈谢的众侄子 胡适雅哈谢 就把他们都杀了 雅哈谢藏在阿玛利亚 耶护寻找他 众人将他拿住 送到耶护那里 就杀了他 将他葬埋 因他们说 他是那尽心寻求 耶和法之约杀法的儿子 这样 雅哈谢的家 无力保守国权 雅哈谢的母亲 雅他利亚 见他儿子死了 就起来 剿灭犹大王室 但王的女儿 约斯巴将雅哈谢的儿子 约阿斯 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 把他和他的乳母 都藏在卧房里 约斯巴是约狼王的女儿 雅哈谢的妹子 祭司 耶和耶大的妻 他收藏约阿斯 躲避雅他利亚 免得被杀 约斯和他们一同 藏在神殿里六年 雅他利亚串了国位 真言第二十一章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笼沟的水 随意流转 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行仁义公平 比献祭 更蒙耶和华悦纳 恶人发达 眼高心傲 这乃是罪 殷勤筹划的 足智风域 行事急躁的 都必缺乏 用诡诈之舌求财的 就是自己取死 所得之财 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恶人的强暴 必将自己扫除 因他们 不肯按公平行事 护罪之人的路 甚是弯曲 至于清洁的人 他所行的 乃是正直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与争吵的户人同住 恶人的心 乐人受惑 他眼并不连续临舍 泄漫的人受刑罚 愚蒙的人就得智慧 智慧人受训悔 便得知识 义人思想恶人的家 知道恶人倾倒 必至灭亡 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 他将来呼吁 也不蒙应允 暗中送的礼物 挽回怒气 怀中揣得 贿赂 只习暴怒 秉公行义 使义人喜乐 使作孽的人败坏 迷离通达道路的 必住在阴魂的会中 爱艳乐的 必至穷华 好酒 爱高油的 必不富足 恶人做了义人的俗价 奸诈人代替正职人 宁可住在旷野 不与争吵死气的户人同住 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 愚昧人 谁得来 谁吞下 追求公义仁慈的 就寻得生命 公义和尊荣 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 轻护他所倚靠的尖累 谨守口与舌的 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心骄气傲的人 名叫谢曼 他行事狂妄 都出于骄傲 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 因为他手不肯做工 有终日贪得无厌的 义人施舍而不吝习 恶人的祭物是可真的 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 作假见证的毕灭亡 唯有听真情而言的 奇言长存 恶人脸无羞耻 正直人行事坚定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 磨略抵挡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诗篇第124篇 以色列人要说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当人起来攻击我们 向我们发怒的时候 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 那时 波涛必慢过我们 河水必淹没我们 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 交给他们吞吃 我们好像雀鸟 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 网罗破裂 我们逃脱了 我们得帮助 是在乎 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 我应该请不吝点火